由这一集开始,讲述的就是这位小家丁,现在的林将军,他正式的军女生涯。 相比于当日,林晚荣带着一帮梁草军,参加徐卫组织的剿灭百年教的大战。 那次,他加入的,可以说是正式的大兵团,大部队的作战。 而且,他们这次面对的敌人,再不是,好像刘寇土匪一样,比冠军的实力,弱小很多的百年教。 而是,实力比大华重要强横,重要利害,几十年来在两军交锋之中,一直都是压着大华打的突炉人。 这场仗,可以说是牵动着整个大华的命运,甚至是决定着大华朝的灭亡,要为轻盛。 由出发之后,李泰老将军的面上,那些郑重表情来看,就已经可以知道,这场仗对整个大华是多么重要。 而由这一段故事开始,我们的林三哥,也都由城墙、商墙、官墙之后,又玩到来战墙上边。 战墙,没有官墙那么多的丑恶百态,以鱼我诈,也都没有在商墙上,被他赚钱,赚得痛快淋漓,和对手斗到不亦乐乎那种畅然感觉。 更加没有,城墙上的那些香炎刺激,有的,只是烧烟热血,以及一场场生与死的考验。 究竟我们这位,靠把口吻吃的林三哥,在城墙、商墙、官墙上,玩得不亦乐乎之后,在战墙,他究竟又玩不玩得转呢? 当然,我们三哥总是严喻不断,在战墙上,出现的女性虽然少,但是能够在男人堆里面,站穩脚跟的女性,相信不是结出超卓,就一定有过人的本事。 那究竟,我们三哥又能不能够在战场上,抱写一两段战地浪漫曲呢? 好了,那我们下面,就跟着三哥在草原大幕的这番精情上面,再慢慢去听他的故事。 林晚宁在山东那时候大过兵,但是那时候是沼匪,那时候真的敌寡我众,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小院城里面,而自己这边兵源后勤的保障非常充足。 所以,无论在心理和实力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,眉上眼睛都敢打了。 但是现在面对的特努人,可以说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,连有大华第一武将之称的老将军李泰,几十年来,和特努人的对阵交锋之中,亦都是输多赢少的。 所以出发之后,个个人的心情都有一点沉重。 不过,我们的三哥是一珠没你那么多了,不变时是应万变,怎样练兵,这件事是全权交给胡北威,你修完他们。 这两个人对林晚宁的练兵方法,也早就嫁轻就熟,简单概括来说, 林氏练兵法,就是一口砂糖,加一口苦瓜,不要说一口那些,那么难听。 怎样练法呢?冷酷的末位淘汰制,再加上令人以血沸腾的精神物质掌励,双重刺激。 就算是最软弱的士兵,在这样的练兵方法之下,也都可以被练成一个以血男儿。 这套办法,在山东的时候,练粮草军早就证明,是非常之有效,也都没什么好担心。 所以,整个右路军大营,最得闲的人,就是林晚宁林三哥,手下那帮将军日日忙着操练, 他呢,就带上高游,整日在军营里面转来转去,最喜欢的就是,有时就抓着几个普通士兵, 嘻嘻哈哈,跟人家拉一下家赏,到了开饭的时间,又跟大家来争饭吃, 这样做法,好快,他就得到整班士兵的喜爱,因为这位林将军呢,第一就没有价值, 第二,讲的说话呢,跟大家一样粗粗老老,有时就带回几句粗口, 嘿嘿,这些这样的性格,最对那些下级的将士火夫的脾胃了, 虽然都不用五六日,他就已经跟整个右路军大营里面, 将军火夫普通的士兵打成一片,都不知道多么热闹, 偶尔根有着兴致,林晚宁就会召集大家, 一起唱一下各地家乡的小曲,南康北调就聚在一起, 唱到大家又高兴时又伤感,最特别的, 就是林晚宁独创的独家书大赛, 游路军有成五六万个人马,每日都有很多家书送到来, 他就召集那些白人队,鼓励大家将院方寄来的家书读出来, 听到这个话,妈妈死封信是,叫他儿子不用挂住, 现在呢,那个媳妇将头加管得很好, 那个又说,啊,那个儿子现在呢,已经开始认人叫人了, 现在呢,爷爷妈妈,妈妈全部都认得, 就希望你早点回来,到时候呢, 等个乖仔叫声你阿爸啦。 哎呀,这些一封封信读出来, 那些仗士都不知道多么开心, 时间一长,这几条就成了伴例, 所以,林晚宁统帅的右路大军, 每日练兵就练得最黑苦, 但是笑得最开心, 大军向北走了几日, 然后就改成, 由东向西走, 沿着长城,一路而行, 气候就逐渐干燥, 这一日将近中午, 杜修元就说, 将军啊, 军队里面, 军官合议的时间到了, 今天由你亲自去, 也说由末将去啊, 杜修元就笑着说, 但是这个时候呢, 他见到自己的顶头上司, 林将军, 正是拿着他那支自制的圆笔, 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, 画完最后那笔, 林晚宁才打这个喊怒, 每日搞这些合议, 还是大约都是那些事, 清点人数啊, 品报训练的情况, 再听上将军, 或者徐小姐训话, 哎, 这些重复又重复的三副屁, 不是折忘我这个残疾人吗, 来来回回成几十里路, 算了算了, 老道, 就等你辛苦一下吧, 这个时候, 大军继续向前推进, 但是气氛呢, 已经漸漸紧张, 随之呈向李太品告过之后, 就每日都要开始召集军中会议, 商讨敌情, 和行军路线, 这个也都渐渐成了一个惯例, 林晚宁的右路大军, 和李太的细形, 隔了成二十几里, 来来回回奔波, 至少要一个时辰, 爱子那时候, 林晚宁的脚又未好得了, 还要咄咄咄咄咄咄, 所以也都挺难委屈的, 于是这一阪, 林晚宁一直叫杜修元, 代他开会, 那顺便呢, 也都可以少见点是徐子晴的嘛, 但是杜修元心想, 这个是早排而已, 现在你的脚早就好翻了, 昨天还见他骑着一匹汗血宝马, 在营内转了整整整两个圈, 连胡不归都追不上你, 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吗? 高游是整天跟他身边, 当然是更加清楚底势, 听到他又找个截口偷懒, 他心里就暗暗好笑, 杜修元都没办法了, 点点头说, 那我继续去了, 只不过, 如果徐小姐今天又问起, 末将又怎么回答他呢? 将军你几日都不去形象品告, 徐军司前那一排, 已经有点生气了, 他发生, 都不知道多少事了, 林晚宁顶顶头, 愁眉敷面的嘛, 不是我不想去, 实在我有伤的嘛, 大家都见的, 我天天都撑着这匹匹的脚, 在那和大家读诗训练, 那徐小姐都要体谅一下我们这些残疾人吧, 那又养多两天, 最多到时候我就亲自向他汇报了, 杜秀元他们心知肚明, 林晚宁和徐军司, 肯是有点古怪, 有点不对的, 见他一听到徐志成话, 已经问起他, 就即时猛禁推, 心里面就更加证实了这种想法, 明的明的, 林将军有心向徐军司亲自稳告, 但是只不过身体不行, 想起徐小姐都应该体谅的, 我马上向他稳告一下, 啊, 没错没错, 事实就是这样嘛, 林晚宁笑的几声, 猛赞杜秀元聪明, 等到杜秀元一走, 林晚宁就立刻叫了胡不归来, 胡大哥, 你又会养马又会练兵, 你帮我拿主意, 看看这样行不行, 胡不归接过他递过来那张字一看, 呦, 林将军, 这个办法是谁想的, 你不要理谁想的, 你先说, 行不行啊, 呃, 胡不归想了一阵, 原来林晚宁在张纸上, 画了一个士兵, 那只脚绑了两个沙袋, 嗯, 在你这儿标着呢, 每个士兵的脚都绑五斤的沙袋, 每日行军70至80里, 再加上扎刑时候的演练, 似乎强度大得太多, 我怕这份兄弟会顶不住, 好, 那我先问你, 胡大哥, 如果由你绑着那些沙袋, 行军操练, 有没有问题啊, 哈哈哈哈, 那算什么啊, 我老当年, 那只铁脚, 曾经还赶过奔马, 不跟沙袋, 算得什么, 不单止是我, 我老有自信, 我由山东带出来那帮粮草军兄弟, 许振他们改一型人, 个个都有这种本事, 那就得咯, 大家都是人而已, 没理由哪个比哪个差点, 你马上跟我传认, 由明天开始, 不是不是不是, 由今晚开始, 我们右路大军, 上次将军, 下次士兵, 无论是骑营, 暴营, 一般是神机营, 无论是行军, 操练, 吃饭, 饮水, 睡觉, 甚至是去茅次, 人人都同样绑五斤沙袋, 无我的命令, 谁都不准取下来, 为者, 君法处置, 得令, 胡不归, 我仔兄, 马上叫书记官邸, 将这些通告的漏夜发出出去, 还有一件事, 林满明想想, 叫住胡不归话, 你和我将那些战马, 无论是驼科的, 因为驼人的, 全部都在脚上面, 和我绑上沙袋, 蛤, 战马都绑啊, 将军啊, 那些战马的耐力, 虽然好过人, 但是, 本身那些驼着这么重的东西, 又加上绑上沙袋, 那战马的战斗力, 虽然提高了, 但是恐怕, 这么练下去, 他们匹匹的命, 都要短多半年的, 战马短多半年命, 好过那些人, 少一世命啊, 胡大哥, 高大哥, 你们觉不觉得, 我这么好残忍啊, 高游想一想, 林兄弟, 你做的事, 从来都没失手过, 我们信你, 唉, 其实, 我昨天骑汉血宝马的时候, 就有这样的想法, 无论你承认, 还是不承认, 特路人的宝马, 的确是这个戴华的战马很多, 我刚刚才好起脚, 而且, 我的骑术比胡大哥低这么多, 但是胡大哥的战马, 怎么都追不上我的汗血宝马, 照这样看, 只是以骑兵的战斗力来比, 我们和特路人, 就已经输错了很多很多, 唯有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办法, 就算是不苗助长, 消耗战马的生命, 那也都没办法, 胡不归本身是骑兵出身, 对战马的感情, 就比常人深厚得多, 但是, 听到林满明这么说, 也的确有道理, 喊一口气就不出声, 林满明自己, 首先在行军枕头之下, 摸了两条沙袋来, 用力地绑在自己的脚上, 一挥手, 胡大哥, 你去召集那兄弟,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, 这个正是晚饭时分, 林满明走出形象的时候, 见到一抹鲜红的夕阳挂起天边, 那些久违的霞光, 映照着右路军几万张年轻的面容, 见到太阳, 下了这么多日雨, 终于见到太阳, 但是可惜, 只是直扬, 难道今次北上, 真是前途渺茫? 他走上了个临时搭起个高台, 放眼一望, 万山遍野, 都是自己的步下, 都是自己年轻的战士, 在他们眼里面有兴奋, 但是, 有些也带着一些黄虹, 黄中, 黑中, 白中的战马, 会成一片片斑斓的云彩, 寒光闪闪的刀枪, 在夕阳如辉的影照之下, 更加闪着清冷的光辉, 各位兄弟, 大家恐怕已经收到命令, 没错, 这道命令, 是我林柳人下达, 由现在开始, 无论你是骑兵, 步兵, 或神战手, 无论你是将军, 文书, 伙夫, 每人, 对脚都要各自绑五斤的沙袋, 没有我的命令, 谁都不准脱, 为令者, 斩, 这个斩字, 林晚明讲得很响, 在山谷里面, 延绵会荡, 击打着每一个将士的耳朵, 四周一片直正, 大家看着这个, 曾经每日, 和自己嘻嘻哈哈, 笑笑骂骂骂的年轻将军, 看着他, 让从来都没有过, 郑重严肃的神态, 说出这番说话, 真是令人有一种山羽欲离的紧逼感, 林晚明叹了一口气, 为什么我忽然要下这个命令, 其实, 我是受着刺激, 这一排, 行军得闲的时候, 我面前, 总是浮现出京城, 大家的亲人送别的情景, 我看见, 我看见我们白发蒼蒼蒼的老娘亲, 我看见, 那些伤眼流满眼泪的娇妻, 我还看见, 大家, 那些抱在妻子, 或者你们父母手上的儿女, 我相信这一幕, 每一个兄弟都会永生难以忘记, 每当兄弟读着他的家书的时候, 我们大家都会很激动, 我们的亲人, 他们现在最盼望的是什么? 很简单, 不要求荣华富贵, 不是想穿金带银, 只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回去,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记住, 在亲人的心里, 你不是一棵草, 你不是一朵小小的浪花, 你, 就是危额壮丽, 遮风挡雨, 跟天空一样高级的鹤兰山, 几万军事, 听得非常安静, 几乎连针跌落地, 都听得清清楚楚, 林将军的这番说话, 令到无数年轻人的面红, 鼓得红了, 他们的拳头, 握得快要爆裂出来, 有些人, 已经偷偷抹紧, 他们眼里变了眼泪, 大家看看我的脚, 你两条沙袋, 各自五斤重的沙袋, 我已经绑上, 我都得, 我相信, 你也轻易可以做得到, 许震, 没将在, 玄壮, 是, 许震带着几十个精壮士兵排中而出, 他们对脚, 早就已经绑好了重重的沙袋, 看高分量, 每一个沙袋, 起码有十几斤都不止, 杀, 几十人同时大开一声, 向着墙中树起个木桩, 一起一摆脚, 啪声, 几十条树都稳稳振振的木桩, 当堂断成两折, 但是许震这帮人却是起定神限, 好像根本连脚都没动过一样, 大家看到啦, 只要克服, 你都可以有这样的本事, 今天辛苦点, 背点, 就为了以后, 可以再和亲人相见, 各位兄弟, 还犹豫什么呀? 这个林三哥, 果然不愧是靠把口搵食出身, 这番长篇大论, 有理有句有节, 又懂得以情动人, 不要说那些普通的士兵, 连高游都被他讲得激动迷, 几晚将士的争先恐后, 和自己绑上沙袋, 那场面是一时间都不知道多么热闹, 接着下来就是操练的时间, 因为那些士兵刚刚绑了沙袋, 所以连袖起上来, 就比不上平时的灵活, 但是, 林晚宏相信, 这些阵痛是要经历的, 高大哥, 以你这么看, 如果敢练法, 练多久可以有效果呢? 唉, 效果天天都会有, 只不过, 锻炼的前几天, 上脚有些肿胀, 但是, 他们全部都对我们大华的正兵, 体格强健, 估计不用十日, 就可以行走如上,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, 就可以有实效了, 一个月, 希望还来得及, 林晚宏虎笑着领领头, 这个办法, 自己想得迟了一点, 但是, 怎么也好过没有, 啊, 咦, 那个不是杜修远? 高游眼力好, 见到一记马远远跑过来, 一眼就看出, 那个呢, 就是带林晚宏去大营的杜修远, 为什么今日的军中合议, 禁早散会啊? 林晚宏都觉得奇怪, 徐小子的分话, 今天难道那么短? 杜修远跑来说, 林将军, 不好意思, 我今天赶到碎盈的时候, 徐军司已经散了会, 他说今天不搞合议, 他自己要走来巡营啊, 嗯? 巡营? 林晚宏一眨眼, 哎呀, 弊, 他肯定呢, 要来抓我鸡脚啊, 搞不好啊, 一见到我, 说我诈伤不会参加合议, 这样用什么来个军法处置, 至少打回我几十大板啊, 杜大哥, 这书你给我顶住, 我有事先走先啊,